大家好我是Blue,今天要來讀R6新聞 R6團隊準備要打入Asian遊戲市場 所以它有些特色在icon上的改變 這也是全球版本的改動,無論你是PC、Export、PS4、任何地區 第一,你擊殺icon的顯示是一個刀,現在變成拳頭 我要如何理解拳頭是什麼 Deathicon可能是Smoke的獨冠,Cathreira的擊殺 因為它是一個骷髏頭 所以它變成人的交叉 TeamQ是一個三角形,繁色icon 然後這個是骷髏頭,因為太暴力了 Sculls 變成這個大黑超,戴口罩 Gambling賭錢的老虎機 Before,After,空的沒有了 這是日本Tower的牆,有血跡在這幅畫上 他們都容易除了 Sexual content 性暗示 Before 反地心吸力 然後變成一個沒有剪指甲的手在按鈴 在這裏再強調一次 Into Asian Territories 什麼意思呢 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 可能聽過現在大陸 對於電子遊戲的審查加強了很多 我不知道Ubisoft看到 在Asian這個 Market上有多少 可取之處 可能會增加到多少收入 而他們一對一句強調 We will not change the core of the game 但這個是狗屁來的 不要相信他 為什麼呢 這個老虎機也有三部 如果你是玩Attacker 理所當然可以把你的車子放在上面 Defender 你是沒辦法放ADS 或EvoEye 現在 異除了 你就變成了 你的Drone沒有位置 但防守方 就可以放ADS 或EvoEye 在我牆上 所以他這句 We will not change the core of the game 他們是沒有承諾到的 R6本身就是18加 即是說 你在玩這個遊戲 我都預計你是18歲以上 而另一個奇怪的位置就是 Taflera 他的臉是 Deford Headgear Skin 他臉是一個骷髏龜的迷彩 而他的名字 聽說也是解作骷髏的 我的確不是 很高興聽到這宗新聞 R6有那麼多 北市 有那麼多要改善的地方 他現在竟然 將這些駐藥都放進去 Asian市場 然後將一些沒有必要 將一個刀變成拳頭 我真的接受不了 什麼是拳頭 有哪一個人是可以用到拳頭的R6 我真的沒辦法理解 Ubisoft看到什麼 而去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 而且遷就少數人 即是我在玩Rainbow 6 Siege 我要拿槍去堆壞人 我不是在玩摩爾莊園 今天就是我要讀的R6新聞 如果覺得有用 不妨給他一個like 如果未聽過的 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還未subscribe 已經是時候了 我是Blue 我們下期再見 Bye